投資長 台股波動好大喔 但是跟著投資長您的節奏就對了 謝謝 因為我們這幾天陸陸續續進場的 神機跟群光今天都創下歷史新高了 還有智元前陣子還跌喔 但今天開始起漲了一路走高 可是投資長有些股票呢 一天漲停一天跌停 這個真的是如你所說的 是00940害的嗎 太聳動了啦 到底是不是00940害的 哇塞00940這麼熱 是因為仿然這麼熱 仿然是讓台灣股市開始要崩跌的最後一根稻草呢 到底是或不是 如果告訴你不是的話 那台灣股市還會上2萬5 你該買哪些股票呢 還有00940成分股裡面 為什麼我獨家選的一個群光 反而特別會漲 10檔成分股裡面其他9檔 通通今天都跌呢 那其他股票都不會救了嗎 00940會不會漲 00940的其中成分股 還要買什麼股票呢 今天獨家的標股介紹 同樣在今天農藥華節一定要看 大家好歡迎收看 觀看榮耀華爾街,我是主持人Coco 今天是3月14號 台股小漲9點,收在19,937點 市場等待今天晚上將公布的美國PPI數據 是否能夠取得聯準會進一步降息的線索 美股指數漲跌互見 英特爾、AMD領跌科技股 這也拖累台股今天開低而隨後走高 最高點衝到了19,995點 金融股還有傳產股是領漲 尤其台氣營今天跳空大漲,鎖上漲停 而尾盤也在台積電的拉抬之下 由黑翻紅 後續盤勢解析我們交給經濟日報 選股冠軍紀錄保持者 同時也是全台灣LINE 粉絲人數最多 營養獎座場場爆滿 最受歡迎的分析師 郭泽榮投資長 投資長好 Coco各位朋友大家好 好投資長 台股今天真的如您所說的 就是降回波再造這四個字的趨勢走 今天的波動真的很大 真的大 如果您想到平盤之上嗎 然後台子起來長了11點 對 你有想過嗎 我沒想過 其實木狼回首還是2萬點 很多人說很泡沫 然後呢 我有說過如果是泡沫會最好 我是先講的 現在開始有很多人提起00940的問題 我昨天說人多的地方不要去 結果楊金龍總裁告訴你羊群效應 不要人云亦云不是一樣意思嗎 羊群效應就是羊有沒有看到 羊群效應你有看那個 有沒有看到羊就是那種最諷刺的 一群羊領頭羊有沒有領頭羊往前走 後面羊就跟著他 最諷刺有沒有一低頭領頭羊 往前跳下去 後面的羊也都沒有思考會跳下去 所以羊群效應 那就是不要人云亦云不是跟我講一樣嗎 所以今天反而0094040成分股裡面有9膽疊了 可那是不是反而是好事 當然是好事啊 等一下告訴你為什麼 好 你反而現在變成人群效應 大家提醒有人群效應的 你反而在反過來思考 有降溫的是好事 同文意思嗎 負負責政 知道嗎 台新點 其實台灣股市它還是在2萬點附近 只是現在很難操作 因為大家有下子 慢慢思考怎麼這個行情來得又急又快 對 跟你講的降回潑債 是啊 是不是降息 然後是不是 回 然後還有什麼 波 波動很大 波動很大 是不是回是什麼 忘記 回 回黨嗎 不是回黨啦 快支回來啦 我覺得 你可以認真點嗎 好啦 給你講的啦 剛剛我們來秀一下那個字 給你講 好的 真的啦 很多人都會覺得現在這個行情真的有點難操作 但是呢 真的跟投資長操作的節奏就對了 因為呢這幾天呢陸續進場的00940成分股真的很飆 除了呢 像組長昨天說的 神機 還有群光 今天呢都創下歷史新高 而且呢昨天這個獨家的秘密 只有告訴我們呢 真的是買到賺到了 最會吃ETF豆腐的 還是 投資長啦 那還有呢 支援真的是 潛力無限 前陣子呢是一直跌 今天開始起漲囉 今天呢 一路走高 上漲超過半根停板啦 還有中華今天是一路走高 盤中也是上漲快要3% 另外還有 見準今天相當的抗跌 因為同族群的 齊鴻跟雙鴻 今天都打跌停啦 唯獨我們的見準 反而沒有受到太大的影響 但是呢 這一波的台股波動這麼大 還是要問投資長 為什麼呢 像有些個股 它一天漲停 一天跌停 這怎麼看啊 大家會怕了 對 大家的警覺 警覺性很強 對 我跟你講真正行情結束 不是這種警覺性很強的時候 我看到太多 真正行情是 是這樣 就是大家真的沒有警覺性 那現在買00940 我告訴你 我直接告訴你 其實買00940 它會賺錢 現在很多人都說它不會賺錢 因為大家做一樣的事 我只是告訴你 我不想跟人家做一樣的事情 它有更好的標的 不代表它是不好的標的 因為我今天標題直接告訴你 哪種能不會賺錢 我先跟你講最主要的原因 哪種能你知道嗎 你買什麼股票 你買什麼ETF 你都不知道是什麼 你知道哇好像穩定10% 有人在謠傳10% 然後你可能因為沒有到10%你就賣掉了 XX 聽到元大 然後 台灣價值很高 哇 然後覺得有台灣價值的 聽起來好像 好像是感覺很 很厲害 那個感覺就是好像 台灣價值特別好 感覺好像你 牽著到政治 比如綠色執政 明燃執政 你就很興奮 XX 不是說這不是政府問題 而是你不要把這種東西績效跟政治掛算色彩 這種人XX會賠錢 還有另外一種人 股票就股票不要談到政治 另外一種人什麼 最重要的是 你ETF犯不久的人 也會賠錢 也會賠 00940你可能也會賠 這種人是最不會賺錢的 所以如果你買00940就算你上市第一天你又被踏牢了 你聽懂嗎 那可能下下下禮拜開始 甚至上市會 就算第一天被踏牢 你只要能放個兩年三年基本上會賺錢 還有一種人會賠錢 怎麼樣 把你救急的錢 救急 救急 救急免利 免利息 那個卡很有名 借救急的錢 你拿去買ETF 我就講你可以忍受三到五年你都 不賺錢 那你有機會大賺 你聽懂嗎 就像台積電 就像台積電有沒有看到 我看就像台積電 這邊有在動嗎 你告訴我這邊有在動嗎 這波有在動嗎 沒動 沒動啊 可是你看噴的時候噴噴噴噴 有噴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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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來一個公告啦 來幫我唸一下 元大的開戶公告 來 好 近來元大00940 ETF 申購熱絡 好來沒關係結論這個來 自3月14號起的開戶申請 含補件無法保證 可與ETF募集申購截止日完成開戶 因為明天截止啦 他今天告訴你今天申請就沒有用了啦 可能就沒有用了 夭壽我講這一句話 讓我更想買我跟你講 那一般人更想買我是不買的我昨天講過 所以我告訴你這叫飢餓行銷 你知道嗎 那時候我第一次去 就是 就是以前甘有錢的時候 第一次去賓市看了喜歡我都直接下訂 你知道嗎 因為他就是一副那種飢餓行銷 你買不起 我他們都喜歡來這一招 去的寶石姐也是這樣子看我 我單場直接下訂 我都還沒看實車我就直接下訂 可是我還發現我都上他們當 賣那些比較貴的車子他們都上了當 不論是寶石姐或法拉利 他們都是這種個性 感覺他們好像有教過 我知道人就是喜歡飢餓行銷 你知道嗎 人就是這樣子 他越不讓你買 你越想買 車子也是一樣啊 你懂不懂 像RM表為什麼很貴 因為限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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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你懂啊 都是這樣子 都是這樣子的 所以 這句話講起來 跟你說你 3月17號今天開始申請了 明明還有一天的時間還有兩天的時間 告訴你 沒有保證你一定可以完成開戶 你一定可以申購成功 這實戰罪惡 可是這種熱誠這樣兩親真的過分 代表是 你知道嗎 你們真的是 就是 只見新人笑 不見舊人哭 你們都忘記一件事情了 以前 雖然過期的績效不代表未來獲利保證 可是他畢竟他有實證 我0050經過20幾年 在你們這樣子0056經過10幾年的一個績效 績效不要說保證 績效獲利的呈現 你們都不算數了 你們都寧願一個未來可能看起來不錯的 所以為什麼我一直跟你講 我那時候是不是告訴你 評審金我很不屑 因為評審金制度會讓很多人怎麼樣 股力發的很高 你看現在賞戶是不是很多人 都不在乎了 我只要聽起來好像有10% 是 你聽懂嗎 這是評審金制度害的 所以儘管我在管他 所以我是第一個跟你講 我很多事情都第一個跟你講 我要跟大家講 可是我跟大家講的是 我不喜歡的現象 可是不代表09是一定會賠錢 基本上你能放久 賠什麼賠 是不是 我當初講600元一下台積電 是老天爺送給你物 我朱朱被他笑了一年 現在開始我笑他們兩三年了 笑誰 誰笑誰 誰笑誰 誰都得怕 誰怕誰 誰都得 誰像誰 誰都得像誰 以前這個廣告詞算了 好老喔 對不起 這人笑話 好啦 我跟你講 你們今天開心一點喔 因為你看台積電網那時候買的也是ok 其實那時候買的被套老 就拉起來了 我700多塊敢買 我那時候500元以下400元以下 我買的用力了 結果我後來出掉了 我700元在買為什麼 我早就說過了 來我的黑夜怎麼樣 會比白天美 美 短秒我黑夜會比白天美喔 好不好 我的黑夜 比白天美 你講得非常清楚喔 所以你要是這樣的分析師 不去似乎話 不去馬好跑 去想想看你要怎樣分析師喔 那我一直跟大家講 這個行情你看起來很難操作有沒有 今天不是有個什麼新譜嗎 是啊 為什麼昨天漲停 今天跌停 對不對 是不是很多股票 對 萬能也是一下子漲嘛對不對 一下變跌啦 跌 是不是 對 雙紅呢前幾天還漲停板 今天呢 怎麼樣 跌停 要跌停了 旗紅更是一樣喔 昨天快要漲停板 今天跌停板 怎麼辦 2421我漸轉比較好 一度還拉起來 有沒有 他下引線 還比較相對抗跌 所以我的股票就是比較穩 我就寧願選穩的股票 如果你真的怕有一絲絲泡沫 你剛剛喜歡我的股票我盡量不追高 我不會說我每一次都追高 我不會說我每一次都追高 我盡量不追高 任私人都知道我盡量不追高 任私人都知道 其實我也不常買股票 就是我不會每天一直買 可是任私人都知道我最近很反常 我最近有用力買 為什麼 因為行情要噴出去的 行情總是在辦什麼 半信半疑當中成長 現在是半信半疑 打一直講泡沫泡沫 真的泡沫結束不會這樣泡沫結束的 在歡欣苦舞的時候 2萬4了 2萬5了 嘴嘴你好厲害 聽得懂嗎 聽得懂嗎 我昨天還在面試人的時候 我還跟他講 因為剛剛是業務 他以前的業務 我說真的好笑 我以前當分析師的時候 大概差不多16年前的時候 我講台灣50 我是被那時候 當嘴嘴這樣 勘戰不同身份不同 是被那時候的總經理副總在念 你講台灣50幹什麼 沒有人講的ETF啦 然後那時候我開始講 然後我記得2008年 2009年開始有人講一點天 現在哪有人不講ETF了 真的你就會發現到嘴嘴看到未來 當然你要講嘴嘴這樣很臭屁 因為昨天有人講說嘴嘴你花很多時間在臭屁 我因為 我常常講的都是同一個觀念啊 看你怎麼想而已啊 看你怎麼想 好不好 00940 我最了解人 人性的心裡面啊 就像我講的 那時候不是權益投信的副總嗎 那時候你也在 你們都在現場嘛 那時候我就講三大預告 我說你要基金發行得好 第一個名字要取得響亮 聽起來賺很多 你看台灣價值高 股息 對 是不是 是不是賣得很好 940 賣得很好啊 然後我說要 我說名字響亮 然後一定要越來越配 要有平準金 我不屑他 可是我教他這一招 我不屑平準金我教他這一招 然後第三個 什麼 價格 價格 發行價格越低越好 我說發行價格對來說我根本不在乎 可是我知道賞戶這一套 所以我太了解賞戶心理學 我太了解 這也是為什麼魔鬼可以成為拳頭顧最大的 因為我認為沒有一個人 比我們還了解賞戶在想什麼 所以也是因為這樣怎麼可以反向利用 來我告訴你 今天是不是009 是不是009 40年概念股都疊 對 都疊啊 全部疊啊 你看藏龍連電全部疊啊 藏龍連電我看一下藏龍連電 來幫我記一下 好 疊嘛 是不是因為大家覺得過熱嘛 這樣反而好 然後咧他什麼 連電 連電 這樣疊反而大家更想買 呵呵 上市第一天反而更想買 是不是 還有那個 中美金 什麼疊 也疊啊 這個時候反而買更好 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下禮拜就有買盤啊 我管你那麼多我管你1000億2000億他就有買盤啊 你聽懂他在說什麼啊 他買盤是實實在在的啊 所以這個買盤實在在 今天神機也這樣子啊 3.5 而且神機他占比重最高 他就占股本10%以上你告訴我怎麼買 就買到你不要不要的啊 那10%你就說 那個投信 持股10%的上限不是 我算的是什麼 我算的是購買占數怎麼樣 除以在外流通的股數啊 是不是在外流通股數我剪掉庫船股 剪掉大股東股數 剪掉董監事持股 資本人剪掉這些 沒有人有這種 只有我們跟福利社我們跟福利社講到 今年老師也有期待 我們因為製作團隊嘛 我們一起開會討論的時候 我們發想出來的 我告訴大家 這些股票就是有機會漲 你聽懂嗎 尤其占比越高的 比如神機啊 漢坦啊 中美金 瑞儀啊 這些就比較容易漲 那第一名當然是神機啊 我在講前面試看看 你可以試看看 但不會說一定漲 可是 一定相對看跌 你聽懂嗎 會相對看跌 我一切切遇到前面 我不去示範 我不去麻煩 啪啪啪 我不怕被打臉 多少人要挑戰我 哲哲 還是投顧界最好 某我現在的營收 每一次都在突破新高 真的很扯 跟別人拉很遠 很遠 因為我們太多 新生代 不是新生代 中生代的分析師 或者是不同樣的老師 大家其實都認同我們 你聽懂嗎 我們已經 證明 某我投顧已經成立了五年了 新年漫向正式第五年了 每一年都是第一名 我跟你講 哪個營收贏我們 投顧業 講分析是這個 我給一千萬也沒關係 目前為止 從後來沒有人贏我們 這是事實 很多人聽人 癢癢癢的 可是問題是 要自己事實 因為沒有人向我們認真 喉嚨痛還是這樣子 是不是喉嚨痛還是要用 然後 身體也恢復能力 或是怎麼樣 我其實我錄影的次數都很誇張 是 很多老師都很認真 你看譬如說 你說玉凱老師 醫生老師 他有什麼 陳彥老師 不是陳彥老師 其實陳彥 昨天他的預告也蠻好笑的 我看起來覺得很好笑 不知道你們看 他也是錄影片錄很多 是不是 是不是 跟大家講 其實摩爾老師 就是大家都很認真 這個 不是用嘴巴說的 我也不是那種有些老師就是 錄一集 然後分成五集 然後都不貼盤 然後一看就是偷錄的 你知道就是 撒去預先錄好 可是不是 我是每天逼自己 要錄影 好了 扯遠你講一講 你又說我只在 POMO自己 因為這句行情真的很不好 我以為講實在話 拍謝 可是 你有沒有發現到 之前台金店買的時候 我有人說的最高 現在又賺錢了 真的不好嗎 我跟你講 你真的是 白天不懂 黑夜的美 到時候業態美 我告訴大家好不好 這是跟大家講 今天外資是買超4億了 買超4億 買超4億 有啦 我們這個剛好有一個成分股 這邊很明顯 094億成分股 有沒有 有沒有 漢堂跌停 新堂跌停 那麼長 幸福也跌 只有群光 可是群光今天人長 才表現更好喔 然後什麼 神機只跌1%的 年電不能算 因為年電它本來就是權重股 所以這兩個其實 其實代表什麼意思 我講是不是準 我是說神機又相對抗跌 神機會比較有人買盤 對 這你知我 像剛開始是我的折粉獎 然後剛好折粉獎 福利社的福粉獎 經理老師講 接下來你看到很多人講一樣的東西 他就有資金潮 我現在只是要考慮到底什麼時候出而已 你信不信 他可能申購錢 我就長得不要不要了 善事前可能不要 兩個禮拜的時間 如果到底是我要善事前一天 還是善事後 還賺比較多善事後 可能會波動大一點點 然後善事後一個月 094億善事後一個月再賣掉而已 你聽懂嗎 這就是留給我專業的 好不好 我一直跟大家講 那投票我會跟大家講 我股票不是說我都不講 比如說活躍人士我前陣子有講 後來沒什麼動 我就 就沒有講了 可是我都有關注他 尤其是會員 所以 你不要對我誤會 如果比誠信我想說 股票誠信我可以說是第一啦 講第一 我覺得 好像有點厚臉皮 我講前三名好不好 好 業績我敢講我是第一啦 投股界或摩爾的業績 好 會員人數 那陳信文有第三啦 簽三名好不好 簽三名 至少有簽三名 簽三名好像第一名 第二名第三名 是啊 我能說話算我會做到 好不好 那人生就這樣就是 反向思考 反反向思考 很多人開始覺得羊群效應 你就想 大家有恐懼的有拉毀了 但是反而是好 健康的現象 懂嗎 就是不要天天漲 冷卻一下 好 就這樣為什麼 資源 你看資源是跌的 不要不要 股市是人氣我取 人氣我語 大家都不要了 對 反而就會拉起來了 是的 但是我覺得寧願在站上季線 再買第二次 再買第三次會更好 好不好 我不是 我股票不是就這樣子 不是說我跌了 我都不理你們 我不是這種人 好不好 那我昨天不是就加168嗎 駐台股一路發嘛 對不對 等一下我在想新的梗 來我們看一下 你看台紫期 黑夜比白天美 就先漲12點 那你看今天19937 你看大盤冷靜一下 大盤你密一下吧 密一下 你告訴我這個是要多頭 還是空頭安琴 多 這個很明顯嘛 你看今天要拉算新高 所以你覺得很難做 那只是在調整 在調理身體而已 休息一下 喝了再站 好 好不好 這平常心 一定要平常心 這10坦今天股票有跌 你更要開心 趕快把這10坦股票裡面 記起來 相對抗跌的股票 群觀 神機 那神機就我講的 我覺得是第一名 因為權重占比什麼 買的詹數 我在可以看這張表現 昨天有人說聽不懂 太專業了 因為我們公司就是有些 助理啊 比如說後勤人員 他們是比較散戶的 我都問他意見 你知道嗎 比如說自然股票不能買 我就買了 真的 我說真的 有些人是這種反指標 我問正指標 問反指標 正指標如果說神機可以買 反指標說神機不能買 我就買了 所以我是有參考心理學 跟散戶指標 跟那個籌碼 我都有參考 技術現行我都有參考 你看比如說神機3005 我是跟你說真的不然我績效不會這麼好 我想的是長期績 我妹子最近 如果你看是一兩天的績 最近不好 來 看一週的績 兩三天的績效最近不好 可是你看神機是不是 現行算新高 是 還是很漂亮啊 漂亮 還是漂亮啦 這神機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技術現行是不錯啊 對啊 籌碼有沒有比較漂亮 沒有 為什麼 因為官司0090你可能2000億喔 佔 因為2000億大概買62億啊 因為按照比重嘛 對不對 對 那比重好像3%吧 對3.1% 3.1%的話 就是2000乘上3.1% 就62% 也就是62億 有沒有你自己算一下 可是心算還OK 2000億占比3.1% 就怎麼樣 就可以買到 62 就可以買到62億 那長龍180億 影響比較大吧 沒有 為什麼沒有 資本額大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 資本額比較大 對不對 對 資本額怎樣比較大 因為他資本額 因為他換算專數 而且他價格比較高 嗯 不一樣 差不多兩個都 一兩百元 換算專數長龍比較多 96000張 可是他資本額比較大 而且資本額比較大就算了 在外流通股數 庫產股又不多 所以我減掉那些在外流 減掉那些庫產股 大股東總監事不會動的股票以外 在外流通股數 怎麼樣 他只佔在外流通股數的不到5% 可是神機 他購買了4萬多張看起來不多 可是佔他的 在外流通股數 就是可以流通的 數量 籌碼而言 占11% 當然我不是只講神機 其實這裡面實檔股票裡面我可以大膽預測 我覺得至少差不多有四檔以後會一直飆飆不停 因為 我跟你講這件事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第一個你們 數字沒有什麼專業 對不起我臭屁啊 因為你們不知道2000億多恐怖 聽懂嗎 通常募集六百就很誇張 我記得那時候我做數字好像2000億 台灣50好像花了10年時間 10年 那現在只要花兩天就夠了 是 人家是10年 10年磨一件 你是兩天磨10年的件 是 所以你不知道那瞬間的資金潮買下去多恐怖 嗯 你聽懂要說什麼嗎 懂 那瞬間的資金潮那兩個禮拜那10個交易日要買下去那個多恐怖 因為你們沒有遇過所以沒辦法想像力 所以我很理性告訴你雖然現在很少比較冷靜不申購 可是夭壽 他一直講夭壽 那個元大跟你很跩說今天升購還不一定會成功 啊就像我買車一樣他不會不理我我就直接給你下訂的啊 那你知道嘴嘴還有錢啊 知道嗎 都這樣子啊 結果就跟你那種行銷 飢餓行銷啊 然後呢 雖然我每次買的很後悔 幹嘛 這麼跩你不應該跟他買 真是太跩了 可是你看元大現在很跩啊 你就越來越買啊 人就吃那一套啊 是真的有本事跩 不是假裝的你知道嗎 有時幾個行銷假裝的量很少 沒有他真的沒辦法這2000億沒辦法 可是你說瘋狂到這個出家人 也要買 可是ET不是好的東西 你懂不懂 可是我這個我今天 對我要請絲瑤經紀給他 處理一下我可能四五六月會選一個月來辦演講 那時候辦演講的時候你看一下有沒有幾個出家人 我一起有出家人 那個時候就危險了 如果兩三組出家人那就 歐彌陀佛 你可能要頓入空門 所以我演講是一個非常明顯的指標 因為全台灣不會有人演講的人數棒很多 我可以跟他PK啊 你信不信沒有人PK贏得了我 相信 沒有人敢講演講人數比郭總是多 所以我一定是全台灣最好的 到時候你就知道 因為有些人敢認識我 就在臭屁臭屁 沒有我都跟你講 因為 因為責責的數量 責責觀看的人數很多 所以我有一個大數法則你可以觀察 比如說我跟你講 很多事情 比如說今天直播人數我們看一下 最近都應該要3000人以上了好不好 我就要3200人以上才好 我們看一下密一下 密一下 密一下 現在應該2800 2800看一下看一下 2800是不是 2900我蠻準的喔 2800 2890很準的喔 2890很準的喔 我剛才還2900 我講的2800馬上往下好 馬上自己下降了 我剛才沒有看到 還沒有 好現在只能演講 不貴算便宜 不錯喔 安律師啦 看什麼樣的啦 有時候加一加加一加你加個300萬 600萬每個人不一樣嘛 對啊 那個因為那個安律師都好像我會員了 那這個因為整個不能再炫富 就像我買每次來我頂多再買 一兩千萬 我答應我媽媽不能再買 要不然是別人 員工選股心理學也是一樣 不然找出了 處置出了嗎 外資間尾盤空單會不會不少 你有沒有感覺像 怪怪的嗎 跌不下去嗎 是不是跌不下去 對 你看今天整個超級天這樣子喔 看起來要跌 你看昨天也看不 昨天你想一下可以 前天好像美股是跌的對不對 結果 結果你覺得怎麼樣 CPI公佈是不是你覺得好像不行 結果呢 還創新高 那我說CPI這麼重要 但是是不是我講是不是很多分析師 還有很多殘忍節目 很多大型殘忍節目喔 你不能看大型殘忍節目喔 很多都不講喔 你可能觀看人數好幾萬的喔 不輸我們福利社他都不講CPI喔 那我講一點點喔 那像CPI是大家都講的 那你看 我說CPI是決定要不要升息 那債券就是要看要不要升息了嘛 是啊 你幫我念一下 債券ETF基金怎麼樣 規模衝新高 債券ETF基金規模衝新高 然後他是看什麼數據 美國CPI高於預期無損熱度 我不是跟你講說高於預期很正常吧 可是我跟你講喔 這個債券ETF 因為現在CPI又上升到3.2嘛對不對 對 下個月公佈 公佈的CPI 公佈這個月的CPI 整個月份的CPI 下個月最新的CPI可能3.3 他可能是你最後一次 在進場持續點啦 因為6月份如果持續3的話 不要到4 6月份就會降息 所以你要買下個禮手 而且清楚 你可以解定存買美債ETF 美債是美國公債 白說投仁債我不屑喔 投仁債可以賺很多 投仁債風險很低 可是 它還是有風險 聽懂嗎 懂 所以你解定存可以買美債 你解定存如果你要買00940 不是不好 而是你觀念如果錯誤 你沒有辦法賺錢 你過了人忍受3年5年6年 我告訴你 基本上你可以賺錢 你賺錢機率很高 9成以上 95% 如果你是告訴我今天買我們今天要賣 然後我一定要利率要10% 值利率要10% 你們是沒遇過空投喔 空投的時候台積電都準備要虧錢了 怎麼發鼓勵 聽懂嗎 那你就有這種過大期待 然後就想賣掉股票 然後你是那一種 股票一跌的時候 你就會解除定時定額 解除扣的人 你最不適合買ETF 沒有錯 懂不懂 0940你就最不適合這種人 那如果你都沒有這種現象 我告訴你 那買啦 沒關係 你跟他人預言也沒關係 因為你是照我的專業操作 OK嗎 OK 換3年換4年的不用擔心 他本來一跌不就要放那麼久 台積電我足足被人家笑一年 你可以像我這樣忍受嗎 那可以你就適合 你就適合買台積電 你適合買台灣50 我覺得台灣50還是比台積電好 因為畢竟有 分散的壓力 哪一天台積電 不行了 台灣50還是有機會再漲 那你聽懂嗎 可是台積電可能就不會再漲 我沒有唱衰 我講的是 因為我看過太多的 你看那個以前道瓊指數 前十大 我記得沒錯的話 百年前道瓊指數前十大 後來全部都倒了 全部都不見了 以前都覺得那些公司不會倒 所以你怎麼會覺得20年後30年後的台積電 一定會很好的 我講的事實沒有人否認我這句話 沒有一定 全世界沒有一定 唯一定的就是一定會變 對 你知道嗎 所以我才為什麼我這樣親親 我才跟妳講一句話 我說沒有人是怎樣 不被什麼 不被取代 我是每天這樣講 對 我每天開會 罵他們的時候我都講這一句話 是啊 我說沒有人怎麼樣 不被取代 我說沒有人是不會被取代 是的 台積電也是這樣 沒錯 Coco也是一樣 我是其他 我郭總也是一樣 就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我們摸了成第一 就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 澤澤是第一 因為我每天都告訴我自己 沒有人是不被取代 所以要戰爭基金選好股票 那些都平纏心 那我今天要想什麼 我今天來想個 我覺得 希望大家趕快 趕快好不好 因為趕快來 台灣股市我趕快加2萬5 好不好 好 加2萬5 好不好 加2萬5 好不好 加2萬0 加2萬5 好不好 然後 那個940 賺大錢就是你 不錯吧 加2萬5 940 賺大錢 就是你 好 我幫你寫下來 加2萬5 加2萬5 來 940 賺 錢 940 好 不錯吧 不錯 來 看一下 Coco要被取代不要啊 Kevin 沒有啦 Coco要認證都OK啦 可是他提起要有 要那個人都有惰性啊 940 你真的就是你有沒有 賺大錢喔 不錯喔 嘿 你要加大也可以啊 不錯不錯 賺大錢好 賺大錢喔 賺大錢 加個大不錯喔 洗版開始 那大家知道折粉圍 你要知道我們3000人 以上 直播人數3000 3000是多少 3000有沒有 我只好3200 正正常 正常 嘿 嘿 5000 就準備要 落跑 老跑了 對 我先跟你講 5000要落跑喔 我可能會落跑 5000如果落跑的話 好不好 我不會當下提醒你喔 我是現在跟你講的喔 是你這些聰明的喔 來 哇 後來宣佈EPS10.25嘛 法說未來的 趕快試了趕快 你看我們真的很認真喔 10.25 10.25 121 本因比12倍 他其實我 我後來給他15倍 本因比也可以啊 你聽懂嗎 是不是 加2萬5 940賺錢就是你 好不好 賺大錢就是我 沒關係啦就是你啦 因為這個押韻嘛 940就是你啊 就是我 對 每個你們兩個互講啊 我說 Coco來一下 賺大錢就是我 就是我 雖然聽起來沒有什麼感覺互想 互相分配 互相互利的感覺 940賺錢就是你 就是你 是不是感覺很溫馨 有 記得一件事 自我催眠 自我告訴自己會賺錢很重要 你聽懂嗎 就跟你自己也不會賺錢 你怎麼可能hold得住 你怎麼可能抱得住 所以這個每天你在看我節目的時候 你是要跟自己 你真的要跟自己啊 你要跟自己洗腦你自己啊 不是我要洗腦你 是你自己要洗腦你自己 你要賺錢 你告訴自己都不會賺錢 你絕對不會賺錢 成功是一個很奇怪的事情 你告訴你自己喔 你今天喔 考試會考第一名 你還不會第一名 你告訴自己你今天考試不會第一名 你真的不會第一名 不是嘴巴說 是你內心真的覺得你不會第一名 真的不會第一名 OK嗎 你就會談著賺 你就談著不理他了好不好 就跟他 趕快趕快洗盤 多一點對 我可以最後大家10秒鐘的時間 讓他們知道 趕快要10秒鐘喔 10 9 8 7 6 5 趕快喔 反正就不要寫了 4 3 2 1 趕快賺錢賺錢就是你 賺錢賺錢 這個會delay他大概還有5秒鐘的時間 那我等一下要講什麼 你要講什麼 他有群光嘛對不對 群光有 群光有 有展嘛 群光是少數轉的真的很厲害 群體之光 940群之光 好不好 趕快洗盤 蹲蹲蹲蹲 加2萬5 喔 來 有沒有 有耶 快點快點 今天不夠嗨 可愛真友 觀田靴是誰 這邊變真友怎樣啦 什麼東西 你看說媽我在這裡啊 你照折粉很多 我上電視了 上電視了 就是 OK啦 所以 我要跟大家講這些東西啦 所以你看到 CPI也是一樣 畫面繼續 CPI也是一樣 你看新聞也有出現 是我講的 那時候很多人說CPI不重要 結果你看 再去ETF先看CPI再說 是不是 是最後一次的 我跟你講三四月最後一次 你知道嗎 台灣我是加2萬5 那我們等一下休息一下 因為我趕快趕快還有三秒鐘 休息一下等一下要跟大家講 畫面先這樣子 我跟大家講說台 鴻海今天不是法說嗎 是啊 鴻海最新法說怎麼看 這跟大家講一下 那 Coco前面你不用擔心 那個演講的時候 Coco一定要來 一定要來喔 真的要來啊 我加班你不用加班 有 對不對 趕快參加 而且一年才一次 我以前很苦 你知道我 我以前很苦 你知道我怎麼被超出來了嗎 我以前一年要辦100場講座 100場 100 一年100 當你搖拳樹這樣搖搖搖 那我快死掉你知道嗎 不是還有卡痰嗎 蛤 什麼 對 喉嚨一直卡痰 然後卡痰一直 一直講 講一句話就有個痰 然後就 就很噁心 不得不把它吃掉 總不能一直puit吧 對 然後我不能好一直跟他們講 呵呵 所以我體力很好 所以你100場 像這樣你來個兩場而已 三場 現在直播過3200 3000還OK 因為現在人很多 好 本來折粉盤就應該全部回來了 等折粉全部回來5000人 我要走了好不好 客客人穿辣嗎 你是怎樣 這不是我的Style 我們演講過也是 免錢的 是這樣 對啊 你在走氣質路線 是的 是不是 就跟大家講 失敗人找理由 成功人找折 我就喜歡這句話 所以休息一下 我告訴你 鴻海最新的法說 我趕快請資料趕快跟我 講一下最新的法說 我也看一下 最新的法說怎麼樣 好不好 我不是公讀生 我偏偏不聽話 你看他講他不是公讀生 不是聽話 是不是 所以我們都不是公讀生 這麼多人不是公讀生 如果這麼多人是公讀生 那你一定要加入我會員 因為我是全台灣 請最多公讀生 最有錢的 最有錢 投资公司的 投資長 好 所以你想想看 你要怎樣 我們再休息一下 你馬上回來 休息的過程中 我告訴大家 你可以加我LINE好不好 加我LINE一樣 怎麼加 是不是有效果 有 點我們的標題 點我們的標題 比如說手機拿紙 對 拿紙的 比如說拿紙有沒有 比如說這個 什麼鄭重 什麼啟動有沒有 手機拿紙是不是有標題 這邊點 這邊點對不對 就這樣就個連結了 對 LINE的連結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只是電腦版 點標題 像今天標題什麼 就是 00940 哪種人會賠錢 對不對 一下展題 一下跌題 對不對 點這邊 點這個今天標題 一下展題 一下跌題 這邊就有日期 然後就有下面 連結 這邊就出現這個連結 就點那個連結 好 可以加LINE跟Telephone LINE跟Telephone都要加 因為LINE70%文章 只有在這邊 可是LINE私訊我都看到 然後呢 畫面給我 TG呢 就是100%文章在這邊 因為TG不用錢 LINE我一個月要花40萬 是啊 因為粉絲太多了 所以休息一下馬上 我告訴你鴻海的一個法說會資訊 會帶動整個大盤 還有很多我們之前還沒有講的表股 或有一些股票 砸上去怎麼辦 Di去怎麼辦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喔 熱誠人的鴻海法說會出爐了 聽說有勁爆消息是什麼啊 投資長 勁爆消息就是 慘了 慘了 財報 很好就算了 慘了 他居然散調今年的 那個展望 這很重要喔 你看一下 慘了是說 慘了我沒買到 119叫你報警 現在121了 明天有機會再拉了 沒關係 孔寬好處講 孔寬拉了 會不會帶動大盤 會 那就好了嘛 沒有關係 成功不必帶我 我不可能每天買完了 我每天要每天的股票都有展停板 很簡單 我買個530%的股票就可以了 530%不難啦 我分20組股票 20組會員啦 我會員那麼多 是啊 我會員幾千位啊 然後20組還是有 20組也還好啊 這是老頭褲做法 我不會做啦 不會 然後一個人 一組25檔 我白檔 你看我每天表演展停板給你看喔 不要啦 這很沒水準 我沒有做這種事 來 有些人做這種事 我不做這種事 來 由原先預估的人幫我唸一下 由原先預估2024年引運將持平2023年 上調為2024年將優於2023年 主要是受惠來自於雲端網路產品以及原件其他產品的強勁成長 來來來 上調為什麼這兩句話最重要 好 上調為2024年將優於2023年 主要是受惠來自雲端網路產品 我不是叫你講快一點 我叫你重點 我們兩個不可以有默契點 你比了這個手勢 就是要激動 對啊 再來一次 好 上調為2024年 你好訊喔 我覺得有時候一個人就好了 你小心一點 我跟你講 不需要 上調為2024年優於 不好意思 就這麼機車 可是 至少 有歡樂又難過嘛 對 工作不就這樣子嗎 好不好 OK嗎 還喜歡這份工作嗎 喜歡 喜歡而已喔 再我唸一次就喜歡 再唸一次 好給你最後一次機會 來 激動一點喔 好 上調為2024年將優於2023年 主要是受惠來自雲端網路產品 怎麼樣 我講你絕對比你好 因為你根本要重點什麼 上調為2024年優於今年 2023年 主要是受惠來自雲端網路產品 投資長 這個是不是代表 AI雲端伺服器 真的銷售很旺 我已經當主持人了 謝謝你可以回座 你可以離開了 所以這很重要你知道嗎 所以這個明天應該有機會展 這種行情明天應該有機會展 台灣股市你看我現在在盤後 我的黑夜 展一些頂天還是漲啊 是不是 黑夜比白天美啦 還是美啦 這跟大家講 那我再講一件事 這個神機今天畢竟是創新高嘛 我們唸一下功課簡訊 拜託嗨一點好不好 今天已經很多事大家不嗨了 雖然後來下來了 可是還是創新高 我是不是說只要創新高就OK 就像第一天 兩萬點的時候來個黑K 我說還是創新高啊 你怕什麼 來恭喜 而且我跟你講 這種休息在上 你記得喔 今天晚上 我直覺很準喔 我認為 不是今天明天的 今天晚上我的黑夜比白天美喔 台積電ADR漲幅會 超無你想像喔 台積電ADR漲幅會比白天漲幅強喔 台積電ADR漲幅會強於 費半納斯達克 美國股市喔 那代表就是漲AI嘛 他是真的 美國股市最強的 股票族群之一 就是AI股 懂嗎 懂 那就會出現我的什麼 黑夜比白天美 我感覺囉 黑夜比白天美喔 夜夜升哥喔 我會出現黑夜比白天美喔 有沒有 這為什麼要按掉 怎麼按掉 會出現嗎 黑夜比白天美 是的 我的黑夜比白天美 而且我要夜夜升哥 我每天要為你夜夜升哥 為你熬夜 看股票 好來 好 所以這個我直覺蠻準的喔 你相信我 好不好 這個是有機會的 神機 來 有觀個簡訊嗎 來觀個 好 今天的簡訊 3月14號禮拜四 恭喜3005神機 股價 你看 蛤 我這不是要嫌你 3月14號禮拜四 什麼時候 今天的簡訊 我們剛剛第一句話說 今天的簡訊 我道歉 來來 我道歉 今天什麼 今天是白色情人節喔 對耶 我要來送我家 我兩個怎麼都 身上 我要只剩活糖送大家 沒有啦 沒有了啦 祝大家 怎麼樣 情人節快樂 有錢人 有情人 終成眷屬 好 一定有麵包才有愛情喔 沒有什麼就是愛情沒有麵包 童話故事不要看太多 看太多生活會很辛苦好不好 有錢人 終成眷屬 不一定要說哇大富大貴 可是一定要有錢 好 我只要你有錢 祝大家有錢人 終成眷屬 情人節 愛你們喔 好不好 愛大家 不錯 好不好 我跟你講我們一人一次 他們可以把截圖下來 好不好 你先來你一個人畫面 來 好 你不會講嗎 我以為他是截圖 這樣做沒有聲音 我這樣講話會不好看 好 愛大家 OK 祝大家情人節快樂 好啦 不要打第一賽啦 好啦 今天簡訊來 今天的簡訊 3月14號禮拜四 恭喜3005神機 股價跳功上漲4%多 再創歷史新高 投信買超章數佔比在外流通股數最高的股票 手上持股獲利續報 神機是0940成分股裡面 投信買超章數 接下來 一定要買超 關這一檔 占比 買超章數占比在外流通股數最高的股票 最高的 誇張 群高也是群高一樣 群高我買喔 被你發現喔 昨天就有講了 特攻的 今天的簡訊 3月14號禮拜四 恭喜2385群光 股價上漲快4% 再創歷史新高 手上持股獲利續報 我跟你講 10單裡面至少有 10單裡面 至少有10單 每個人都會講啊 可是你跟你現在開始喔 昨天之前沒有人講說 就是這個 買的專數占股本 甚至說買的專數 占了什麼 在外流通股數的比例啊 可是專業的人就知道 頭上你講的是對的 是 所以接下來會很多人認同我的行為去買 所以你想看每個人都講10大成分股為什麼 我可以買到唯一 今天創新高的有沒有 對 神機然後唯一 散展的 散展的群光 是不是 群光帶有多少 沒關係 是不是 你看唯二啊 群光跟什麼 神機 如果沒記錯的話 唯二就是群光跟神機 都算新高啊 然後唯一散展的群光也買到 神機也買到 群光買到 而且群光是唯一散展的 10大成分股裡面 我也不是全買 是不是 所以你要想想看值得的預測能力好不好 我知道現在最近心情不好 又不是每一檔股票很強啊是不是 習慣就好 世界先進呢 看起來就要噴出去囉 喝了再上喔 鴻海不錯喔 最近可能要展喔 所以我看鴻海要展出去就代表它 2萬5 因為2萬5的過程中不可能只有台積電只展台積電 它是怎麼樣 它全部瘋狂 現在 記得一件事 00940只是台灣股市賣向2萬5的瘋狂首部曲而已 這句話 不錯 請世瑤幫我寫這句話寄得很好 首部曲喔 00940的瘋狂只是台灣股市賣向2萬5的瘋狂首部曲 00940的目擊之亂 00940目擊之亂 這個標題不錯 我今天等下經濟日報專欄下 00940的目擊之亂只是台灣股市賣向2萬5的首部曲 就這個標題 好不好 因為 我跟大家講 好像有人講過一句話 你要11個人毀滅 先讓他瘋狂 就算台灣股市真的下去了 泡沫不會 所謂的泡沫不是 泡一下下就沒了 他是一直泡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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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泡 都是泡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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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泡沫 子差較多泡泡泡泡摡泡泡泡泡泡泡 3200 没有 多个150人叫旁边人来 你赶来看 加2500 赚90你赚钱是你 OK 90你疯狂 算以算怎么压回那么多 我看要尾算 还好算还好勒 你这边看什么 这哪有什么压回 真的没有啊 奇怪 昨天啦 可是他在区间整理平台好不好 你看一下这个东西好不好 我希望你们在问我股票的过程中 不是 怎么这样子 怎么这样子让我感觉 我有时候会不开心 我觉得你还在指责我的问题 你知道吗 尤其不是会员的人 绝对不能指责我这些问题 因为你赚钱你又没有分我 我又没有要求你一定要参加会员 你听你们了吗 需要跟大家讲 这个就在区间整理平台 平常心 我觉得我一场会拉上去 我也跟大家讲 AI的喷出才正是时候 我看的是美股 一定是美股的AI带动台股的AI 好不好 好 一定要什么 8069元太也是不错啊 还能攒你看 你看是不是拉回的时候 你看这边买你就哇又上去了 是 所以一样嘛 就像资源一样你怕什么是不是 有时候很惨的时候 你反而要开心知道吗 好 很惨的时候你反而要开心 欣欣也是好多股票要喷出去 那虹海我觉得明天有机会带动台股喔 惨了惨 这个法说算不错啦 这个法说算蛮好的 因为调整整季的一个展望算很好的 好不好 好很多股票啦 5483兆美金也是我买的 0940成分股之一 好不好 好 我不会跌就不讲了 星云 呼呼 星云还是赚钱啦 好不好 这跟大家讲 见准 呼呼 相对而已怎么样 抗跌 其实抗跌啦 好不好 是有点往下啦 可是你不要那么不要那么忧虑好不好 啊0087B呢 我0087B我还在买咧 再买最后一两千块 我就不会公开讲我有没有再买 是的 可是你不用担心 我卖一定会全卖 嗯 好不好 我告诉你 我就是这样子喔 所以 整个话说在前面 那你去想看你要怎样分股是 我今天已经告诉你0940你哪一种呢 不会赚钱 就是你看的很转 然后你资金运用的是问题 你不能把旧级的钱 定存的钱 就是你随时会作用的钱拿去买它 嗯 那你如果要买 你把定存钱去买美债 这东西是不一样的 知道吗 嗯 如果你能放个两年三年 我想最惨啦 那已经很惨了你知道吧 嗯 但是假设是超级大空头 然后整个一回胆 台股腰斩一万点 你懂那种感觉吗 嗯 那种的话那可能要三年 可是基本上你可能很快就赚钱了 基本上你都可以这样子 不要随波逐流的话 基本上90你可以买 只是你要买更多 你要跟着我买90成分股 因为我是第一个929成分股 我是第一个 我第一个我告诉你 你说什么我以前是最了解ETF的 因为公开来告诉你吃MSCI豆腐 吃那些0050成分股 你记不记得 你看我节目看十几年 你都知道我 我都是第一个的 929也是那时候第一个 所以我要吃成分股豆腐 我要吃里面 90里面真正10档的股票 每个人都知道10档股票啦 嗯 90里面真正会涨 你看今天是不是就只有一档涨 群光我抓到了 所以你要找一个真正能抓到 群光能抓到神机的分析师 能抓到940里面 唯一能上涨的股票 唯一涨胜最多 唯一狂飙一直飙的股票 你要找折 因为卖掉的时候 我不一定会告诉你 不论对或错 一切一切欲要在前面 台湾股市今天逆转胜 你看不出来 有一只偶尔在支撑他吗 你看不出来人家很疯狂吗 记得00940的疯狂 只是台湾股市 卖下2万5的疯狂 首不取之一而已 首不取而已 所以不论对或错 一切一切欲要在前面 去想看你要怎么回事 欢迎来人家 请080668085 或加入LINE 私信我 告诉我你的需求 台湾股市 来赚这个实战 可能最好赚的赚钱之旅 好不好 那最后祝大家 白色情人节快乐 我爱你们哦 拜拜 赶快跟上我们即将 要迈向2万5的过程当中 你还在等什么 赶快拨打电话 0800668085 0800668085 我们等大家 情人节快乐 拜拜 观众朋友注意哦 最近诈骗盛行哦 我只有三个官方账号 除此外都不是哦 LINE小组S178 KWEN官方频道 小组A178 Teragram私人账号 小组S178 A178 注意哦 我没有什么前面是Z的账号 或者后面是A的账号 这些偷偷假冒 最后这三个账号 谢谢 如果觉得我们影片很有趣的 觉得有深度的 还蛮准确的 欢迎按赞我们的影片 订阅我们的影片 按小铃铛 记得按全部接收 还要加我们的LINE 以及加我们的Teragram 我们的LINE跟Teragram 都是全台湾 最大的一个财经频道哦 谢谢各位 摩尔证券投顾 0800-66-8085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